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保健作用 对调节人体机能提高免疫力 降低血压和胆固醇 抗病毒 抗肿瘤 以及延缓衰老等有显著功效 食用菌生产投资少设备简易 生产周期短 经济效益高 是一种短 平 快的农村产业 按每个劳动力 每季生产200平方米评估计算 一年可以栽培四茶菇 年存收入超过一万元 是一般蔬菜的十倍左右 水稻的二十倍以上 发展食用菌生产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 栽培食用菌必须掌握哪些基本知识和技术 本片将详细做一介绍 基本设备 军种生产的设备与设计 基本设备 包括高压锅 药物天平 温度计 湿度计等 玻璃器皿 包括粮桶 粮杯 漏斗 一夜管 室管 三角瓶 培阳明等 常用试剂 生产某种常用的试剂有 穹脂 磷酸二氢钾 磷酸氢二钾 硫酸铭 氢氧化钠或石灰水 精密PH试脂等 原料加工设备 通常有粉碎机 原料搅拌机 装瓶装袋养用机 培养机灭菌设备 首题是高压蒸汽灭菌锅 是某种生产必备设备 常用于试管灭菌 高压蒸汽灭菌锅 用于瓶砖或带装培养机的高压灭菌 长压灭菌灶 用砖和水泥构筑 造体体积大小不等 可装600至1500瓶或带 以生产规模而定 接种室及接种设备 接种室 大批量生产中常用的接种场所 要配有日光灯 紫外线灯 工作台 水槽和尸体架等 接种箱 由木质和玻璃加工的接种箱 是最常使用的接种设备 大小布衣 分有单人操作和双人操作两种 接种箱箱体结构要密闭 箱内要有日光灯和紫外灯 以便操作和消毒 接种工具 主要种类有接种针 接种环 接种铲 接种池 解剖刀 镊子 酒精灯 接种台等 培养箱 用于某种培养的设备 大小规格不一 可根据生产实际选购 培养架 多维木质结构 也可以用脚缸制作 架子大小规格可依房间大小而定 食用菌菌种 菌种类型 在食用菌生产中 按菌种扩大培养的数量 可将菌种分为母种 原种和栽培种三种不同级的菌种 母种是由专门从事食用菌种 制种的单位生产的一级菌种 一般保存在饰管中 原种是由母种再次接转而成的二级菌种 通常接在专门的菌种品中 栽培种是由原种再次接种扩大的三级菌种 通常接在塑料菌带或玻璃品中 栽培种可以用作生产用种或直接用于栽培出菇 菌种购制方法 菌种的优劣是栽培成功的关键 一定要到具有较强技术力量 专门从事食用菌种 制种和栽培研究的农业科学研究所 和具有生产菌种资质的正规菌种厂购买菌种 菌种的质量才能有保障 不要从无技术能力 管理混乱的菌种厂购买菌种 否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构种时 一定要问清楚所构菌种的名称 温度类型 生长特性等 选择的品种要适合当时的季节 具备的栽培场地 采用的栽培方式 例如 夏季栽培要采用中高温型品种 防空洞栽培要选用 耐二氧化碳浓度 短饼的中温型品种 用作菌种 会造成重厚不出菇 推迟出菇以及出不好菇的严重后果 构种时 要问清接种时间 购买适林菌种 衰老的过林菌种不要购买 还要逐支逐品检查菌种质量 观察菌丝长势 是否染菌 是否出过菇 确认已符合菌种鉴定要求的才能购买 菌种保存 够好的菌种要及时投入生产不可久置 如需短期保存 应放在温度较低的地方 某种体积小 可放入冰箱的保鲜室 在四度左右保存 保存时不能用塑料袋包裹 以免影响菌丝呼吸 用塑料袋包裹棉球 还易受潮生霉 影响菌种质量 原种和栽培种 可以保存在阴凉通风的房间中 遮光保存 保存时间最好不超过15天 食用菌的栽培原料 生产食用菌的原料很多 按其主要成分可分为 碳原、蛋原及无机岩类 碳原 主要有木材力的阔叶树木屑 种断木 街草力的稻草、麦杆 豆阶、玉米阶、甘草等 提合力的 提合力的棉子壳 高粱壳 玉米芯 花生壳等 蛋原 生产上常用的蛋原 有尿素 麦夫 米糠 豆饼 玉米粉 牛马粪等 无机岩类 无机岩类主要是给食用菌生长 提供钙、磷、钾、鎂、硫等 矿质元素 常用的有石膏、碳酸钙、石灰、过磷酸钙、硫酸钙等 常用培养基配方 在食用菌的菌种生产中 不同级菌种的培养基各不相同 食用菌培养基种类很多 先介绍一些最常用的培养基配方如下 某种培养基 偷用培养基 适合于所有人工栽培的食用菌 马铃薯葡萄糖穹枝基 马铃薯去皮200-250克 葡萄糖20-25克 穹枝18-20克 水1000毫升 通用标准培养基 葡萄糖20克 葡萄糖20克 蛋白冻10克 酵母浸膏2克 PH值 滅菌钙为5.5 磷酸二氢钾1克 硫酸铭0.5克 水10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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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于木生食用菌的母种培养基 木生食用菌 麦芽浸膏 水10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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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糠煎脂 穹脂培养基 细米糠50克 蛋白冻5克 葡萄糖100克 硫酸铭0.2克 硫酸二氢钾0.3克 硫酸氢二钾0.3克 硫酸氢二钾0.3克 穹脂20至25克 水1000毫升 适合于粪草生食用菌的母种培养基 双方蘑菌 葡萄糖1克 麦芽糖1克 折糖3克 硫酸铭0.5克 硫酸二氢钾1克 穹脂18至20克 水1000毫升 粪脂培养基 马臼肥150克 玉米粉20克 穹脂20克 水1000毫升 原种培养基 配方多样化 最常用的培养基如下 木屑米糠培养基 阔叶树木屑 百分之七十八 细米糠或麸皮百分之二十 折糖百分之一 碳酸钙或石膏粉百分之一 水适量 料比水 为1比1.3至1.5 本培养基 本培养基 适合于各种木生食用菌的菌种生产 稻草 稻草米糠 百分之二十 细米糠 碳酸钙 水适量 苹米糕 苹米糊 丰米糕 苹米糕 苹米糕均种的生产 骨粒培养基 麦粒 百分之九十八 碳酸钙百分之二 海水量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十五 PH值灭菌后5.6至6.7 栽培种培养基 除了上述原种培养基可兼作栽培种培养基外 还有如下常用的栽培种培养基 免子壳培养基 免子壳88% 碳酸钙2% 麾皮10% 料比水为1.1.7至2 含水量60%至70% 甘蔗渣培养基 甘蔗渣79% 细米糠或麾皮20% 碳酸钙1% 料比水为1.1.1至2 此培养基适合于某些木生菌如毛木耳 金针菇 猴头菌 平菇的菌种生产与栽培 培养基制作技术 某种培养基的制作技术 某种培养基通常采用半合成穷枝培养基 培养基中的天然有机物要求新鲜 无霉烂 马铃薯要去皮去芽点 配置步骤 按配方要求 撑取各种营养物质 将去皮的马铃薯切块加水 用纹火煮沸30分钟 过滤取绿叶 玉米粉加水搅拌 加热至70度左右 保持60分钟 或纹火煮沸20至30分钟 过滤取绿叶 加入其他所需要营养物质并补足水量 搅拌均匀 调节至适宜的酸碱度 加入穷枝 用纹火加热使之融化 并趁热分装试管或三角瓶中 分装量为试管长度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塞好棉塞 使棉塞表面与试管壁紧贴 三分之二在管内 三分之一在管外 将棉塞外端 用牛皮质包扎好 即可灭均 原种和栽培种培养机的制作技术 原料配置 按培养机配方要求 撑取各种成分的配料 先干拌后湿拌 注意 在水中预先溶解各种可溶性配料 如糖尿素等 然后配入干料中 注意掌握含水量 以手拽紧时 指缝间溅水布丁水为正好 培养机分装 原种和栽培种常用透明度良好的750毫升均平 栽培种 栽培种也可用直径12至17厘米 厚度0.04至0.06毫米的巨饼锡或低压巨乙锡塑塑料袋 大料可采用装袋机 也可用手工装料 生产性栽培袋的制作技术 许多食用菌如香菇、银耳、平菇、金针菇等 都可采用袋式栽培 塑料袋包括巨饼锡或巨乙锡带 塑料袋的规格因栽培方式而异 quelle能炒め 我 我 走了